360和腾讯的3Q大战还在眼前 就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假期 360又和SOGO兵戎相见 围绕浏览器上演了一场商业纠纷 SOGO指责360篡改用户浏览器默认设置 360则指责SOGO存在诱导捆绑行为 类似3Q大战的英云再起 大陆网民们又一次面临选择题 这场战争源于SOGOCEO王小春 20日转发的一条网友微博 这个网友抱怨SOGO浏览器用户的默认设置 被改为IE或者360浏览器 并且用户手动恢复无效 SOGO随后发布声明说 公司从19日开始就收到大量用户的投诉 认为SOGO浏览器的用户默认设置被更改 和360安全软件有关 SOGO呼吁360公司 立刻停止影响用户体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并且表示公司已经对此进行取证 面对SOGO的指责 360方面则回击说 SOGO输入法以升级为由 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 捆绑SOGO浏览器 诱导用户下载 而360安全软件则会向用户提示 提供的浏览器修复功能 是在征得用户同意后进行的 浏览器大战让许多无辜的网民叫苦连连 一些网民对企业间的利益竞争表示理解 但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网民希望互联网企业能够通过良性竞争共同进步 真心从用户角度让用户有更好的体验 此次360与SOGO的浏览器纠纷 是大陆互联网领域 继3Q大战之后的又一起极端事件 上海万勤资讯公司CEO表示 很多商家不能从用户的角度出发 保护用户权益 而是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 从而导致了恶性竞争现象的出现 他告诉记者 由于大陆监管部门 还没有出台有关的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 也是造成近年来侵犯网民权益事件 在大陆互联网领域频频上演的主要原因